跟那个录制下来的那个内行是一样 第一个要先做slate动作 第二个的话呢 要知道要给它一个什么呢 一个图表的什么呢 一个类型 那这个类型 实际上就是我在插入图表的时候 这些啦 那你如果说你要不一样的类型的时候 你在录制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不一样的选取 OK那这边的话呢 类型 再来一次来源 那来源部分的话 我必须要给它什么 set 里面有个方法 set source 那source里面的名称的话呢 必须是一个range 那range部分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呢 x给它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就在这个range后面呢 给它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就是我前面制定的这个范围 实际上就是 一个是标题 那一个就是我要的那个学生的相关的资料 那再来的话呢 制定它的宽度 那宽度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图表名称 这个地方的图表名称放进来 它就会产生一个图表名称 点后面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就是决定它的 什么呢 它的宽度 那宽度是scale 缩放的宽度 那宽度的话呢 我不要太大 0.6就好了 就是它的比例是0.6 然后面加上0.7 那后面有三 总共需要三个参数了 那这三个参数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有个方法 其实你就把scale-wise 有没有 你把它按一个F1 这里面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跳出相关说明 不过还好我们这边的环境 它要把说明 把它这个安装进来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就是scale-wise 里面的话呢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比例的部分 我给它0.6 表示说呢 我缩放成0.6 那后面有个0.7的高度 那这个地方的话 用来指定什么 图案就是将来那个图表 调整之后的宽度 scale 然后呢 这地方 第二个参数是必要的 一定要给它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ms-force 如果是force的话呢 则会相对于图案 目前的大小来调整 有个true 有个force 那一般的话呢 会给的是force OK 那前面会加一个mos mos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个参数可有可无 就是用来什么 指定调整图案大小时 保留其位置的图案部分 第三个参数 那保留方式的话呢 我用叫做scale from top-legs top就是上 就是对齐那个所谓的top-legs 就是上方跟左方 那另外呢